就是如果我想要认真起来 那我会全力以赴 比如说你的生活啦 你心里面的想法啦 你的浪漫面 你的实际面 他都会全全的照顾好 他会有一个放大的精神 去理解你的整个人生状态 因为你的人生状态 将来会是他全世界的一半 你有订阅你有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爱情呢 就像一辆开在高速公路上的车 感觉错了 看到交流到 就要赶快下去咯 否则执意往前开 方向只会越开越错 无法到达你要到的目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中爱错又勇敢放手的星座 会是哪前五名呢 第五名狮子座 狮子座在感情方面呢 他是既保守又开放 怎么说呢 保守的部分是 他对于感情的认定 一旦有他的想法 也就是说 我很想要让你当我的男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要安安静静 好好的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 他对关系是闭合的状态 也就是他并不会用开放的心态 来看一个感情 我们在一起就是要往长远的方向看 是怎么样去磨合呢 还是怎么样去把两个人的关系 生活去融合在一起呢 这是狮子座非常关心的部分 他是保守的 那比较开放的一面是什么呢 毕竟狮子座喜欢当大家的老大哥 老大姐 他希望任何事情都是掌握在手中 不会去出错 而且尽量做到完美完善的 在这种状况下 也许工作的时候还可以啦 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又保守 又想要抓住不放 通常在感情关系上会有点紧绷的状态 狮子也知道嘛 所以他觉得感情关系里面 如果有点小凸致 OK 这是他比较开放的一面 也就是他不怕你出错 但是呢 勇敢如狮子 他不怕你出错 但是神经是敏感的哦 怎么说呢 他的神经敏感来自于 他对你生活上面一些小表情 小习惯的挑剔 如果你跟之前的表现差很多 他可能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想要对我做什么 狮子对于感情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觉得爱对了 那么他会抓很紧 如果有一丝丝蛛丝马迹 让他觉得爱错了 那么他会勇敢放手哦 爱错选择勇敢放手的表现 道不同不相为谋 第四名水瓶座 水瓶座对于感情呢 我们都知道跟他相处的时候 好像不容易找得到人 而且他在想什么 好像也不太能摸得到 他的一些规律 但是水瓶座在感情方面呢 他有自己很独到的想法就是 如果我想要认真起来 那我会全力以赴 比如说你的生活啦 你心里面的想法啦 你的浪漫面 你的实际面 他都会全权的照顾好 他会有一个放大的精神 去理解你的整个人生状态 因为你的人生状态 将来会是他全世界的一半 如果你的状态 可以跟他的人生 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对于水瓶座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恋爱状态 就算你们是老夫老妻了 你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这样子的融合 对他来说是非常完美 而且享受的 内心是心平气和的 但是啦说到这么完美的融合 一般人或者说我们在热恋期之后 和我们的磨合期中间呢 这段时间我们是很难遇到这样的状况啦 多少都会有一些摩擦 更加上我们后面 每个人的家庭关系啦 我们对人的个性啦 都会有不一样的小碰撞嘛 在这种状况下 水瓶座很容易会觉得 是不是我们的生活个性不融合 我们的感情就是选错的呢 这是水瓶座很容易进入的一个思维误区 也就是大家会害怕水瓶座 跟他一起谈恋爱会觉得 有一点起伏不定 有一点没办法安定下来那种情愫所在 但这方面呢 水瓶座可能就需要多配合大家一下 或者是多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了 毕竟啊 你心里面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很容易会影响你对爱情的判断 也许是磨合并不是爱错哦 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错的呢 水瓶座绝对会勇敢放手 水瓶座爱错选择勇敢放手的表现 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重要的 第三名金牛座 金牛座虽然谈起感情来 那个热度的散发和融合都是比较慢的 那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来自于他内心里面的不安全感 金牛座的不安全感不会直接表现出来 也就是说他不会让你感觉到他的情绪 他也不会让你感觉到他一直在节节后退 但是他的不安全感是怎么表现的呢 就是来自于他的速度 慢热慢慢的了解你 慢慢的打开自己的心让你看到 今天你如果觉得跟金牛相处起来 还蛮开心的啊 他会幽默 他会讲笑话 他会东讲西讲 跟我找话题 这证明金牛有在用心跟你相处互动哦 比如说他会告诉你他喜欢什么 他会告诉你他的地垒是什么 让你多了解他 金牛的心打开的有多宽 他对你的爱就有多大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觉得金牛开始有一点不太敢 让你知道他的家住在哪啊 他心里在想什么 最近他在忙什么 金牛开始在审视你了哦 也许你们是暧昧阶段需要了解的过程 但如果你们是长期交往 甚至是已经在一起的情侣了 在这个伴侣状况下 对方还是这么收 没有这么放 我告诉你 他可能觉得你在某些方面的表现 不合他的意楼 如果被金牛认为 他自己是爱错人的 我觉得你可能要实现做好心理建设 毕竟金牛不会随便去审视自己的爱情 一旦审视了 可能随时都会放手 金牛座爱错选择勇敢放手的表现 看清感情的问题 第二名 射手座 射手座对于感情呢 通常都不会想的那么严肃严重 比如说他会觉得我们相处起来很不错啊 这就是一个可以谈感情的理由了 或者说你在个性上面啊 或者生活上面是很有趣很可爱的个性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爱上你的理由 所以射手座爱一个人并不是基于什么条件啦 互相取暖这么严肃的问题 而是一个两个人相处的感觉问题 当然射手也不是真的这么随便 只有感情 哪会谈恋爱甚至在一起呢 除了感情和感觉之外 更多的是两个人的交集 比如说价值观的交集 生活的交集 工作的交集 甚至是家人之间的交集 如果你们之间的感觉不错 相处的很好 还有交集 这段感情呢 很可能会稳稳的长久经营下去 射手还是可以经历一个长的感情关系的 但是如果今天射手觉得 哦你好像没有在用心哦 我今天心情不好 你也没有来劝我 我今天家人可能需要你出现 你却不愿意出现 或者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小浪漫一下 你却不解风情 在这个时候射手会觉得 嗯no no 你完全是没有在状态 你根本就不爱我嘛 好像我爱错人了 毕竟实际的需要你出现的部分 还是浪漫的需要你给感觉的部分 你都不能给他所谓的温暖和支持 那我要你干嘛 射手座就会很伤心觉得说 错的感情一定要快刀斩乱嘛 我何必跟你浪费这个时间呢 你也不用在我身上去寻求温暖了 我们还是一拍两散好了 射手座爱错选择勇敢放手的表现 没感情就不用多留恋了 第一名 母羊座 母羊座对于感情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哇尤其是母羊男 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只看性关系 但是不看感情的 两个人的交集和两个人的感觉呢 我只能说大家对母羊座 尤其是母羊的男生呢 会有一些误解 母羊通常在谈恋爱和社交 两个人的相处的关系呢 他们通常有点分不清楚 这是母羊的一个短板哦 怎么说呢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跟你相处 是一个很棒的默契也好 两个人个性很像也好 或者说你很专业 他需要这个专业也好 总之呢 你们很合拍 母羊就会有一种不小心的认为 我们是不是谈恋爱也不错呢 这种错觉 你平常呢 一个人独来独往习惯了 也很少与人相处 所以对于感情啊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 也许你可能只存在在自己的小剧场里面 自己编剧罢了 你到底跟这个人是有很好的朋友关系 同事关系 还是感情关系呢 自己需要增加你的恋爱经验 以及社交经验 同时厘清自己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对自己的爱情 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当母羊觉得自己爱错人的时候 很可能是你自己对感情和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看错的倾向也不无可能哦 这方面母羊座要积极打怪 给自己更多的经验咯 在这里有一个新法可以交给母羊座 让你来判断一下 到底对方是不是你所爱的 还是你们只是关系好的朋友而已 这个关键就是 你跟他之间有没有家人的亲密感 如果你可以抓到这个感受 并且正视自己心里的想法 就可以勇敢的做抉择咯 母羊座爱错 选择勇敢放手的表现 尊重自己的感受 我们感情中呢 很容易遇到感情脱棚的状况 也就是说我们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又放不下对方 很容易在这边拖来拖去 想东想西 一段感情可能没办法好好的结束 然后我们也不能 好好的展开自己的新生活 在这里我们说爱错这个主题呢 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是对的人 千万不要觉得我主动提出分手呢 就是对不起对方 好像我就是当了坏人一样 当一个爱错的感情往前进 他绝对会大错特错 绝对不会走到对的路上 所以给你一个充足的信心 告诉自己说 因为我想要我自己和对方都有一个对的人生 那么爱错的就勇敢放手吧 祝你幸福咯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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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